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今天呢是又给我们的朋友呢带来一个非常可爱的EOS手工制作的一个千层唇膏 然后里面呢是一个草莓以及奶油口味的一个唇膏 然后如果我们朋友们喜欢做别的颜色的唇膏呢都是没有问题 首先呢我们是需要的是一个EOS的这样的一个唇膏壳 如果你没有唇膏壳的话呢也可以像我这样用一个废旧的EOS的唇膏 比如说呢是用了一半然后你又没有用完 然后我们就需要就是用刀和这个微波炉的这个杯子把它划开来 具体是怎么做呢我们会在视频当中展示给大家 以及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另外一种颜色的唇膏 我这里呢是拿的是美宝莲的这个baby lip这种彩色的一个唇膏 以及呢我们需要的是两个 因为我们这里做的是双层这种EOS的唇膏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两个这种可以在微波炉当中加热的这种带有口子的一个杯子 以及呢可以用来搅拌的一个小的冰棍的一个棒子 首先呢我是要把这个唇膏基底做 从我们的唇膏壳上呢把它取下来 然后具体是怎么取下来呢 我是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就已经教过大家很多次 但是我这里呢还是再跟大家做一次 用我们不是特别锋利的这个但是比较坚硬的刀呢 把它从这壳子上稍微的用我们的刀尖撬一下 就能把我们这个EOS的这个机体架从这上面呢给它取下来 这一部分呢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只有我们把这个机体架取下来之后呢 才可以继续做我们的EOS的这个唇膏 然后取下来之后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棒冰棍的一个棒子 或者是你拿勺子 把它这边呢进行一个稍微的按压 然后让这些多余的剩余的EOS的唇膏呢 把它吊进你的这个盘子里面 然后把它融 多余的EOS的唇膏呢给它融出来 把我们的唇膏架子机体做呢给它清理干净之后 可以把它重新的放回我们的EOS的唇膏壳 但是呢我们这里连接就是上半部分 记住了不是下半部分我们刚刚翘出来的 而是我们唇膏壳的上半部分 因为里面呢是有一个半圆形的这个模具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做好了唇膏之后呢 会把它直接浇进我们的模具当中 所以一定要记住不是下半部分 而是上半部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开始加工我们EOS的这个千层的唇膏 这边呢是有两块 我们可以从中间的把它切开来 然后把它放进我们这个小的杯子当中 这边呢是用来准备我们粉色的一个唇膏 粉色的唇膏呢也是需要我们这样一小段就够了 不用太多 这个时候呢可以把我们的唇膏给它相互混合一下 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唇膏呢 因为我这个看的这个壳子上它是先有大红色 然后再有这种奶油色 所以我是根据它这个外壳的颜色呢 再来增加我们这个层数 我们把这个放进微波炉当中是600到700瓦 大概是30秒左右 根据各个用的这个唇膏量的不同呢 你可以把它微波炉微的这个时间稍微长短进行一个改变 然后当然了这个时间是由少到多 也就是说先微30秒 然后再微30秒这种往上递增 现在就开始做我们这个千层的唇膏了 稍微的在我们第一层呢加一些它的粉色 这是我们的第一层 让它呢大概是变硬 变硬的这个过程呢是大概是15分钟左右 然后大概过10分钟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加工我们的另外一层奶油色的唇膏 然后我们继续呢再加入我们的粉色 以及我们的奶油色 然后不停的换层 我们的奶油色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 等它干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进我们的冰箱冷藏室 进行一个彻底的冷藏 然后让它呢大概是放在4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 让它完全的变硬了之后 就可以把它重新呢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组合好 现在呢我们是大概是要把它放进去了之后 从冰箱里拿出来呢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一半面我的右手边呢 是我们EOS的唇膏的底座 然后对你没有看错它是它的底座 然后你要按在它这个卡槽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注意好它这个卡槽的一个方向 然后把我们两个卡槽呢 并且和这个EOS的这个圆圈的这个地方呢 给它相互对应起来 然后你在合上盖子的同时呢听它咔哒一声 嗯就应该是对了 我们把它可以转开来 看起来 打单 这个是我们做好的一个EOS的一个千层草莓奶油的一个唇膏 非常的不错 嗯从边上呢有一些毛毛躁躁的地方呢 可以拿手或者是拿小刀呢 给它轻轻的刮掉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磅冰的棍子呢 给它进行一个打磨 让我们EOS的唇膏呢更加的圆滑一些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想给你带来这么一个EOS手工制作 一个非常简单的超级漂亮的一个千层的唇膏的一个展示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 加一鼓励或者是直接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当中呢是有非常多的关于我们手工制作 以及菲尔利用的一个点子 希望你能够到时候观看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再见咯